5号到10月5号 各星座的整体运势如何 对 我们从这个太阳 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提醒两颗星的部分呢 如果是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知道人生越得意的时候 越容易有小人 对不对 所以狮子座的朋友 要留意归宗的密友 可能在背后 有一些这种新风作浪的情况 造成一些困扰 要多的留意 另外呢 提醒摩羯座的朋友 对于一些不熟的人 不要马上交心 可能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 以及这个我们说双鱼座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 让我们的这个心情 是比较低落的 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 再来这个三颗星的部分 这边我们要提醒 牡羊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可能伴侣之间的沟通 要多留意 不要意见不合 马上就吵架了 可能这个好好的把话说清楚 其实是比较好的 另外提醒 村女座的朋友们 未来一周的情绪起伏比较大 找到一个疏解压力的方法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另外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最好能够理性一点 这个不见得要斤斤计较 可是呢 多方比价 是要做到的一件事情的 我们来看四颗星的部分 如果太阳跟上升 有落在天蠍座的朋友们 我们跟伴侣之间的感情 可以是这种 从温甜蜜的关系 让身边的人 也都觉得非常的羡慕 另外提醒 这个舍手座的朋友们 我们未来一周呢 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包括工作 或者是一些感情的对象 都可能出现在身边 值得好好的观察跟把握 然后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特别是事业运方面 有一些贵人的相助 让我们的人脉拓展 事业也会越来越旺的 最后我们来看五颗星的部分 如果有太阳跟上升呢 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非常的恭喜 不管是我们心仪的对象 或是爱慕我们的人 都会在我们身边大献殷勤 可以好好的享受跟把握一下 另外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们 我们多方面的这种经营 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工作运 是非常的旺的 可以好好把握机会 另外天秤座的朋友们 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荷包满满的一周 非常的恭喜 我们来看加码的部分 感情最旺的 恭喜双子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 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以及财运最旺 恭喜天秤座的朋友们